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,君不见钢塘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,人生得以虚净欢,末世今尊空对月,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三尽还复来。 我们可能没有李白的那种好放好爽之情,但是我这里要说明两点,第一点,本期的视频尽量控制在五分钟左右吧,为什么呢?因为我是在外面的,在家里我绝对是用PC端上传的,第二个原因就是,外面的网速是堪忧的,上传速度 是以KB每秒的,远远不及我家里MB,而且是那种五六十KB和三四五六这种MB相差多少,大家应该也都心知肚明吧,所以只能,那就一天视频短一点,然后每天上传五六个这个样子。 因为如果视频一个太长的话,就是有一次直接上传失败了,哪怕短一点视频上传失败了,我可以先到家以后可以发到电脑上吗? 然后再上传失败了,废话不说了,来看看本期的录像。 这一局,再加上就是,我最近咳嗽变好了一点,像以前每期视频里面,都至少一半都是我咳嗽的声音。 主攻选择了左次,咱们是1234号位的大反贼。 这里的话,看看主视角会选择什么。 换了一下,又换了一下。 处于4号位的大反贼,主视角选择了咱们哥里斯路。 诶,有两个皮肤。 好,转眼望去,姬康这个非常像反贼。 武将平定的话,姬康是有点大几率像反贼。 毕竟他有点克左次的技能嘛。 当然,姬康不是说不能当忠诚,还能给左次回血。 但是他当反贼的几率,肯定是比当忠诚的几率大一点了。 轻手以及轻眼,体会到感冒的痛苦。 然后左次放了个男,你就不没有考虑过姬康的身份吗? 姬康发动了一个清闲。 果然是一个大反贼。 左次用一点体力换了一匹马。 如果要从不亏的角度来想呢,左次可以这么讲。 失去一点体力,然后获得一匹马。 磕个桃子。 决斗。 决斗一下陆迅的上一家,华佗。 华佗也是很像反贼的。 。 这里继而放一个男。 这个男,看看会不会死人呢? 。 好像整副排队里有三个男蛮,一个万剑。 还有一个男蛮在我们手上,也就是说AOE。 还剩下一个万剑。 然后玄优来了一把,古定刀就是咱们的菊花刀。 。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? 啊,已经五分钟了。 两倍速吧。 刚刚忘记点到了。 换上一把咱们的AK,又放了一个男。 咱们有个明桃子在。 。 如果这手画佗来伤我们一刀,没有人来救的话。 那就是我们就直接可能一点工钱都做不出来了。 鸡康有陶吗? 然后他自己救了一下。 然后这里给佐斯弄出了个藤甲。 这藤甲是福还是货。 虽说一个事物有两面性。 但是,这个藤甲怎么能让它有好处呢? 然后还换了把麒麟弓。 这显然是距离比较长的一把刀。 但是呢,除了主弓没有什么用啊。 并入高昏。 看看华佗的身份。 寻佑这身份挺向忠诚的。 华佗是直接跳反。 你就不先抽丝一下吗? 群佑是一个大忠诚。 反贼放南蛮没多大好处现在吗? 并入高昏。 并入高昏。 羽下没药。 把我们这一张最后一张真难免给弄走了。 拆一拆。 拆了一个江一马。 柯格陶。 方天一拆三。 醒悠。 吕布。 再加个佐词。 毕竟嘛,刘芬石有可能是反的。 杀孙笨如果没把主弓杀死的话,觉醒了。 万一他是忠诚,那有点不太好。 虽说没有主弓当孙笨来得这么强势。 然后醒悠就被我们一刀给补走了。 看看刘芬的身份。 刘芬也跳反。 那么孙笨果然是大大的忠诚。 还有他借吕布。 不过借吕布有点像内。 然后一个火弓就很好,很完美的带走了佐词。 这里要怪就怪他前面旧的寻有。 不过谁能想到有火弓, 更谁能想到藤甲的坏处呢? 所以说在敌人面前的藤甲, 怎么可以让他花费自己的好处呢? 好了,原因我也说过了。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咱们下期再见。 大家拜拜哦。